他今天畢業了 然後他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他都一直很喜歡 人知教育相關領域的部分 然後今天特別跟大家分享就是 他怎麼樣從過去變到現在的他 好不好 所以要借用各位偷走 我們掌聲歡迎 李婷 嗨 嗨 還不在找 喔 周哥剛剛已經自有介紹過 所以就不再講太多 就是我自己 就是剛剛那三個關鍵字 然後我的標題曲 是從迷惘到閃閃發亮 是因為我覺得我從以前的 很不知道自己要幹嘛到現在 是覺得就是會有東西是讓我講到 講到的時候眼睛會閃閃發亮的 就是在生涯的這個領域 所以就是取這個名字 然後我也會希望大家能夠成為 你自己喜歡的那個自己 好 那就來簡單地說一下 我們大概幹嘛好了 通常都是跟教育跟子牙 跟生涯相關的 像第一個街棒形容計畫就是 我是去年 去年六月開始實習到現在 就是實習一整年 那這是一個教育的悲秘組織 主要是在協助高中生 去辦一些生涯探索的活動 會希望讓他們知道 其實他們自己未來有很多可能性 或者是怎麼樣去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那這個主要是高中生的 我在那裡面的話 是叫做資亞特派記者 那因為我會去訪談各行各業不一樣的人 去了解他們怎麼樣成為今天這個職業的專家 或者是他們是在成為這個專家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辛苦的事情啊 或者是他需要累積哪些專業能力 那去訪談結束之後 就會把它變成一篇文章 讓高中生可以去觀看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啦 只是主要是給高中生初步的了解職業 所以這是街棒形容計畫 那第二個是HiMeLive 這是之前去年的時候 有在那邊短暫的實習過 那主要是在協助年輕人求職 或是閒履歷 在像是在那個 會去各個大學演講 然後是我們 就是我們組織內部成員會去大學演講 讓大家知道說 履歷到底怎麼寫 我覺得這個真的超重要的 就是大家如果能夠從大一就開始寫履歷的話 還蠻好的 其實你不見得是要寫一個什麼 就是真的把一個履歷完成 而是你去累積 就是你去記錄下你每次活動的過程 或者是你要記得就是 不知道寫履歷的時候才去想你以前做過什麼 而是你平常在做什麼事情 就直接把它列出來 就是這樣子就 就是你有個資料庫 你可以當你知道 就是自己要投什麼職確的時候 就可以去看你的資料庫 有哪些是要放上去的 所以平常就可以寫履歷 那第三個交點志工呢 就是我是從與惠者到志工到分享者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個經歷 那交點是因為我在去前年的雜學校認識交點 那時候因為覺得對教育還沒有興趣的 所以就來就是來參加交點 然後參加之後覺得很喜歡 就是覺得很認同這裡的理念 所以才會來當志工 那第四個是學校的生涯發展組 那這是我大概從大二的時候開始打工 就是一直在生涯組織做 辦一些職牙跟職牙的講座 也是也會去幫學弟妹做一些心象測驗 不是心象測驗 就是一些職牙測驗 然後去讓他們可以更了解自己 然後第五個的話是生涯設計師 這個的話是一個新唱的團隊 在去年成立的 那我們主要呢是希望用設計思考的方式 工作坊讓大家可以用團隊一起來思考 你的生涯可以怎麼樣去用不一樣的方式想 就是跳脫過去的一些框架 就我們從小大大都接觸過太多的限制 就可能他們會覺得學生就一定要怎麼樣 或是你才幾歲你一定要怎麼樣 但其實我們會想跟大家說 跳脫了這些框架限制之後 你才會知道你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那我在這邊是會當助教也會偶爾會當講師 那第六個是職人 這個是在未來兩三個月之後會去協助的事情 就是去在國高中辦生涯探索的課程 那職人是希望能夠讓台灣人知道說 很多專業是其實要被尊重的 不只是醫生或是老師 而是生活中每個職業都是能夠讓人尊重的 好那這個是我就是在我覺得是在大一到大師探索的過程中發現 我是這樣子走過來的 就是從第一個是不知道不清楚 只是那個時候就是在我國中高中的時候 因為就是大家都會說你要好好念書 好好考試考上一年好大學找一份好工作 然後做到退休 這是一個成功而成 那我那時候完全就是對這樣子的路徑是沒有懷疑的 而且我就覺得好那我一定要好好念書 可是因為最讓我煩惱就是因為我成績不好 所以我就著急擔心那我以後是不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就一直就是在國中的時候就開始擔心 在國中的時候就一直開始擔心 那我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所以呢就一直就是一直擔心到了高中 只能就是拼命念書 然後一直到高中考完學測確定有學校之後 才我就想說好那我現在念書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探索我自己 所以才會在開始在大一的時候 參加那麼多不一樣生涯或植牙的活動 然後剛開始就是去做那個植牙測驗 就初步的了解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之後呢去參加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就是它是一對一的面試競賽 那是我們學校辦給大士生 就是他們畢業成要練習面試 可是我大一就跑去參加 因為我想說面試很重要嘛 所以還是要去練習 然後去練習之後呢 然後那個面試官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我蠻適合做人資的 所以那時候是我第一次聽到人力支援這個職業 然後我就開始回家上網查 就是上網查或是看書或是去問老師問同學問學長姐 所以就初步的了解人資在做什麼 就覺得還蠻有興趣的 但是就目前的探索就只到這邊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大學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可以去試試看 就除了知道對人資有興趣之外 我們學校剛好有個營隊在招呼隊伍 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沒有挑戰過這些事情 那我就可以去試試看 所以就蠻幸運的有懸喪 那時候就是籌備了兩個多元的營隊 跟32個其他各種不同系的同學一起辦這個營隊 所以那時候就是慢慢發現說 其實自己有很多不一樣的可能性 然後在那個營隊之後 也是去嘗試的其他不一樣的事情 也有在學校的打工 可能是在客觀活動組或是生服組或是生涯組 就是那時候的學校打工是那時候開始的 也知道說原來自己可以嘗試這些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算是這個營隊算是打開我的不一樣的生活 在嘗試完這些之後 我就覺得對人資還是有興趣 那我就想說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說對一件事情你要去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 就是實際去做 所以有在找說哪樣子有機會可以進到人資的領域去實習 或是去打工等等的 就是有在尋找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發現 其實教育對一個人能不能找到他適合的方向是很關鍵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跑去參加雜學校 所以2016年的時候 所以才會認識焦點才會認識解放什麼計畫 然後也才會有今天這些機會 所以那時候就是覺得教育就是我教育還蠻有興趣的 在去參加一些教育的聚會之後就會認識更多 跟理由同樣一些理想和同樣目標的人 然後之後因為還是會再參加學校的一些生涯或加活動 所以剛好有一個履歷見見 所以那時候辦那個履歷見見的時候 我就去跟那個 來我們學校的顧問 就是他是 算是獵頭公司 然後來幫大家看履歷這樣子 所以我就去找他聊天 就是找很多個顧問聊天 因為我覺得有興趣就是要一直去問嘛 所以聊完之後 他就是在聊完之後兩三個月就有其中一個顧問 他就問我說那你對人資還有沒有興趣 就是他們裡面的職權 所以我就去跟他們做完面試 然後就實習就上了 所以就在那邊實習一段時間 所以我也覺得還蠻喜歡 就是對人資還有你這個領域還是有興趣的 所以就是有實際體驗過 然後我覺得在這整個過程當中很重要的是 我會去找我自己的關鍵字 就是其實在大家體驗完每個活動時候 都可以去想自己在這個活動當中最喜歡 或是最有感覺的部分到底是什麼 那我自己的話就是教育、人資、職業、生養 就是這些就有發現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圍繞著這幾個字 然後我覺得其實像這樣探索自己的階段 是前面四個時期可能是不斷的在循環 你才會找到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自己算是蠻幸運的 可以在就是體驗一兩次 就找到自己真正很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發生說其實大學生啊 或甚至高中生會很多人會迷惘的原因 而不只是學生 大家社會人士也是 就是大家會不光了解自己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長什麼 或是你喜歡什麼 或者是在這個世界上 你不過了解世界上的任何選擇 不管是職業或是科系都是 所以在當你對其中一個不了解的情況下 你就會覺得很不安 或是會覺得那你的方向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從探索自己開始 就如果現在真的還沒有很清楚的方向的話 你可以先從去挖掘一些你過去的經驗來看看 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到底是什麼感受 就是慢慢的去問自己一些你體驗過的事情 所以生涯盤的時候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而是你一輩子都要一直去問自己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覺得一個很 就是超級棒的方法 它叫做生命設計訪談 那它其實是在Design Your Life那本書裡面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在我看這本書之前 我就會發現我已經在做 一直在做這件事情了 就當你對某個領域很有興趣 或是當你知道你對什麼事情好奇的時候 你就直接去問那個領域正在做這件事情的人 那這樣是最直接可以了解的方法 而且你只是帶著好奇心去聊天 而不是有什麼目的心去找他 所以如果你是很真誠 然後自己有做過一些功課 然後也有帶著你的好奇心去詢問的話 我相信這些前輩或這些領域的專家 他們都會很願意分享 所以就是去找那個你想成為的人去聽他的故事 那這樣就很有可能會獲得一些異常不到的機會 就是你不帶著目的去做一件事情 反而會可以達成你的目的 那這也是我超級喜歡的話 就是你不用很厲害才能開始 只有你開始了才有可能變得很厲害 好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就是關於生涯的問題 或是了解自己的一些問題的話 都可以來問我 然後我在就是5月30號在世新大學有個演講 想是分享實習跟職業的懶人包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找我 或是私底下跟我一堆醫療也可以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謝謝林琳 謝謝 我們已經前面用了非常多 你知道很理性的方法 在分析你的生命 所以我覺得一般人應該很難這樣 那麼理性分析 所以我們也很喜歡